早安,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小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立月的写 在立月的时候,双方都会立一些记号文件或物件为凭据 而在这里,神和以色列人立月 他们立月的凭据是写 那,月又是什么呢? 月本身的意思是神子 立月意思是说,用一些的条盔 将两个人绑在一起,以达成某种利益 在以前,国家和国家之间 常会立一些有约束力的盟月 好让自己在打仗的时候呢 能够得到盟友的帮助 或者是壮大自己的势力 让别人不敢来欺负他们 所以,人通常都会找一些 比自己强大的靠山来建立盟月 而在出埃及记的第24章 其实就是描述了神和以色列人立月的遗事 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4到第8节说到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清早起来,在山下住一座坛 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先反记 又向耶和华先留为平安记 摩西将血一半伸在盆中 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 说,你看,这是立月的血 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 与你们立月的平据 在这里,神与以色列人立月 只要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列典章 神就会按照约定 祝福和保护他们 小朋友,你觉得在这个月里面 谁比较划算呢? 当然是以色列人,对不对? 那么,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列典章 后果又是怎样呢? 那么,神就会相反的不祝福他们 也不会在别人攻打他们的时候 帮助他们 但是今天我们在新月就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活在新月里 因为我们立月的凭据 正是主耶稣他自己的血 在这新月里 只要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流宝血,洗尽我们的罪 并且,他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 在这月里 我们不但会得到祝福和保护 我们还可以随时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 他还允许不丢下我们为孤儿 他会求父,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帮助,陪伴和保卫师 永远与我们同在 小朋友,你希望得到这新月里的一切祝福和保护吗? 那么就请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慈爱的天父 我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刀成肉身 并且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升天 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使我因信主耶稣基督得救 赐给我永远的生命 帮助我跟随主耶稣基督 一生遵循你的旨意 持守永生 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祷告 Amen 恭喜你 今天你就是活在新月里的基督徒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教路教会 在神的话语里不断的学习 你也会经历从神来的祝福一把 愿舍赐福听他话语的人